大家好 我是MASA 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簡單 很好吃的日式炒麵 在日本七州屋有賣很多種類的下酒菜 不吃Sashimi、串燒 也會有這種搭配鷹餅很適合的炒麵 用咖哩粉調味的麵 超級香 一邊喝一邊吃無法停下來 那做法是很簡單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 用什麼蔬菜都可以 豆芽、韭菜也很好吃 現在用來搭配鰍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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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代鱼肉 使用豬肉也可以 五花肉、美花肉都很適合 licensi 花 helped 放入鱼肉 �벨 把鱼肉 аются 利用鱼肉 放入鱼肉 décigma 切剥 少量 咖哩粉没有特别指定的 大家可以加习惯用的 如果没有猪排酱的话 可以再用酱油 但是咸味比较重 先加入大概半大只 等一下半小时再微调整就好了 油面酱子冲洗去掉表面的油分的话 比较容易入味 加一点油分装 加一点水分装 加砂糖 至少百分裂 如同酱엔味 里面酱油分装 比较薄 再加碎 来继续煮 倒入把油 切成鮮 切成薯 切成柱 切成薯 切成薯 要保持蔬菜的口感 预饭变软或者是出水 先拿出来继续加热其他的食材 腌过的鸡肉很容易焦 小火慢慢煎到熟 鸡肉 沸騰 中火 要保持面的口感 倒入醬汁之后不要加热太久 OK 这样子就有非常香喷喷的 咖喱焼そば完成了 咖喱的香味太棒 一闻到就口水流出来 它当然不一定要当下酒菜 给小朋友吃也非常的适合 那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咯 谢谢 咖喱的香味太棒